从1998年开始 我就和我的老师 Lila Samson学习佛罗多舞蹈 近些年来我一直会不停地 到印度去找她学习 我现在在北京开了我自己的学校 然后也教了很多的中国学生 我希望把这一美好的艺术传下去 让更多的中国人喜欢上歌 我认为她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她继续追求Kalakshetra的风格 她做了什么被教了 Lila Samson 我认为她在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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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她可能不明白 她的语言 但她的语言 我认为她语言 歌詞曲 李宗盛 歌詞曲 李宗盛 歌詞曲 李宗盛 近年來有很多的中國人開始喜歡上了印度的藝術 他們來學印度舞蹈可能有的是因為覺得印度舞蹈更不同於其他的西方的舞蹈 太多的人學習了西方的芭蕾、西方的鋼琴 而印度有它的獨特的美麗 還有一些人來是因為他們可能開始認為寶萊塢舞蹈 通過電影認識了寶萊塢舞蹈 但是慢慢的他們認識了古典舞蹈的美麗 開始越來越喜歡它了 《古典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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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舞蹈》